在这一节的课程中 我们要介绍在Juple7系统里头的讨论区功能 要使用讨论区的功能 首先必须先把讨论区的模组启动起来 如果你是Admin的最高权限使用者进入到这个网站的话 接下来请你在工具列点按模组 然后我们往下看 好,这里有个forum 讨论区 它的用途是提供讨论的论坛 在你启用模组的时候 有一点你可能要注意的是 forum它必须使用下面这些模组 例如说Taxonomy,Option,Field,Field SQL Storage,Combin,Text 目前这边后面都有写绿色的仪器用 假如它是像这个样子已经用的情况下 而你勾选了它 那么会建议你一并把它启动起来 好,我们把forum勾选起来 然后拉到画面的最下面 再来储存 接着我们再回到forum的地方 通常在模组清单里头 在它的右边会有相关的一些操作的命令 例如说在forum这边它还有全线的空管以及设定 我们先在全线这边按右键 使用新的分页来进行全线的设定 来到全线以后找一下讨论区forum 谁有全线管理讨论区呢? 目前是只有Administrator 好,我们再往下看 好,这边有一个讨论区的主题 一共有这几个 我们先看一下 讨论区的主题建立新的内容 我们让注册的使用者可以建立新的内容 以及编辑自己的内容 以及移除自己的内容 至于编辑任何内容 跟移除任何内容 这会让它有权限去动到别人的文章 所以这个我们先不要 讨论区的功能已经有设出来了 再来看一下 前面我们顺便看一下 可以浏览回应 发表回应 然后呢,注册的使用者可以略过回应的审核 以及重新编辑自己的回应 把这四个也构选起来 然后对匿名使用者来讲 可以浏览回应跟发表回应 有些网站呢,在讨论区里头 他不希望匿名的使用者可以发表回应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发表回应的功能 从匿名使用者这边把它收回 权限设定完成以后 拉到画面的最下方 我们把这个权限储存起来 好,这一页我们已经设定完成就不要了 再回到我们刚刚的模组清单这边 再来到forum这边 forum这边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模组的设定 我们一样是利用新的分页呢 来进行这个设定 好,在这边 现在我们来到了讨论区的管理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头 有清单跟设定两个 我们先看一下设定 第一个是热门主题的门栏 一篇文章要讨论的多少个回应以后呢 才能算是热门主题 目前预设是最低要15个 接下来每一页的主题数 每一页要显示的讨论区的文章的数量 接下来它的顺序 是新的优先还是旧的优先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使用日期比较新的排在前面 这个设定完成以后 我们再回到清单这边来 首先在讨论区清单这边呢 它有一个说明 讨论版包含了讨论的主题 也就是说所有的主题 都是在某个讨论版上面来进行讨论 然后呢 讨论区再把相关的讨论版进行分组 所以我们在下面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新增讨论区 一个是新增讨论版 我们先来新增一个讨论版 把它叫做 杂七杂八 那么说明呢 说明我们就写成杂七杂八 说天到地 就是在这里可以随便说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上层的地方呢是 可以其他的讨论区或是其他讨论版 如果上层是root的话 表示说它已经是在最上层的 在群众目前呢 我们先不要更动它 再来按儲存 OK 现在我们有了原来的一般讨论 现在又有了一个杂七杂八 接下来我们来建立一个讨论区 把它叫做 综合讨论区 综合讨论区 这个综合讨论区呢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边发表 那么上层呢是root 代表说我们已经是在最上层的 接下来群众先不要动它 再来按儲存 有的讨论区以及讨论版 接下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把杂七杂八这一个讨论版放在综合讨论区下面 像这个样子 设定完成你的讨论区之后 我们按儲存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讨论区设定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管理界面关闭掉 再来 利用另外一个浏览器 我们请Ben进来在讨论区里面发表一些言论 目前呢Ben已经进来到这个网站里头来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左边的导论区里面有一个是讨论区 点按一下 在这个讨论区里头有综合讨论区 这个我们好像要再调整一下 再回到火候里这边再来看一下 要调整讨论区的设定呢 我们可以来到架构 然后讨论区 我们把一般讨论呢放到综合讨论区的前面来 再来是综合讨论区 综合讨论区里面有杂七杂八 好按儲存 再回到另外一个浏览器里头来 然后将这个网页重新做整理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一般讨论的讨论版 然后综合讨论区里头有杂七杂八的讨论版 我们请Ben先点一下杂七杂八这一个讨论版里头 然后呢新增一个讨论的主题 标题的部分 这个地方呢我也帮你准备好的一些文字档案 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进来就好了 我们来到档案总管 再来到我们放置课程练习档案的地方 来到练习档案下面的Data目录 这里有一个第一篇讨论主题 请你把它打开来 第一行是标题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标题这边来 在填写讨论主题的时候呢 使用者还有机会重新再选择它要放在哪一个讨论区里头来 这个暂时我们就不动它 再来我们编辑一下内文 再回到我们的文字档案里头来 把这些文字呢全部 复制以后贴上来 目前我们只有开放Filt HTML 跟Plant text两种输入格式 来供一般的使用者使用 如果你有必要开放更多的输入格式的话 请你在依据我们讨论输入格式的章节中 再做一下设定 完成以后呢 使用者Band它可以进行预览或者按储存 我们这一次就不再做预览直接按储存 这是第一篇的讨论主题 目前所在的位置是 在首页讨论区综合讨论区里头的 杂七杂八这个讨论版里头 好我们再回到讨论区这边来 现在在讨论区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讨论版杂七杂八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主题 一共有一篇文章 是由便所发表的 我们再进到杂七杂八这边来 这是第一篇的讨论主题 进来了以后 便可能有新的回应想要说明 所以呢这边它想发表新的回应 这些文字呢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再回到档案总管来 然后这是讨论区的回应一 这个文字档请你把它打开 好我们把标题复制起来以后 贴到我们的网站里头 再来呢是 把它的回应内容 复制起来以后再贴到我们的网站里头来 我使用的这些文字呢 是利用一种叫做中文假文的工具 所自动产生出来的 所以呢它可能不是很有意义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主要是在研究这个网站 OK回应完成以后呢 我们按储存 好我们再回到上面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的讨论主题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面有一个user回应出来了 是Ben他自己回应的 然后呢因为Ben本身呢 是这一篇回应的作者 所以他可以编辑这篇回应 如果是其他人来看的话呢 只会看到回应这一个连结 OK关于讨论区的操作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到Drupal台湾中文正体网站里头 再看一下 在Drupal台湾正体中文网站里头 所使用的讨论区 也是利用Drupal的这个讨论区所设计而成的 各位不妨参考一下